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西伯利亚是放逐囚犯以及政治异见人士的地方 不过 居住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 就为俄罗斯提供了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发展优势 那就是寻藏在这片土地之下 丰富的天然资源 萨阿洛哥尔斯克是西伯利亚中南部小镇 人口有6万人 是俄罗斯其中一个重要的铝金属生产基地 这间野链厂在前苏联时代已经开始投产 到了1994年 成为全球最大铝金属生产企业的起点 水平 流量的满金属生产下跌了 到70公里的公里的公里的公里 的公里的公里 在1990年 而它降到2公里的公里 在四年 所以政府变得来自货币的公里的公里 我們參加了一個很大型的 而是製造了一個小型的機會 Sajansk 它經營了240,000吋 這就是我們開始了 我變成工業管理 這十幾年 俄羅斯鋁業聯合公司 收購和合併國內外的鋁礦 能源、野煉、製品等相關業務 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鋁金屬 和氧化鋁生產企業 亦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生產商 佔全球產量超過十分之一 其中八成是出口到世界各地 一個善天優勢 令俄羅斯的鋁業領先全球 西伯利亞地勢複雜 不過水資源充足 造就發展水力發電的條件 離開薩亞洛哥爾斯克野煉廠 不遠的一頁離塞河 擁有全球產能最大之一的水力發電廠 供電給整個地區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市鎮的發跡 是靠野煉廠和水力發電廠 所以這個市鎮 又叫做野煉工人之城 提煉鋁的主要工序是電解 需要大量的電力 俄國八成的鋁都是以低成本的水力發電生產 成為俄羅斯鋁工業的基本優勢 我們研究了很多日本 因為它是一種大量的貨物 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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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它们是浪费 或者在这些情况下 链铛会显示成一种平均的能量 铝被大量应用在建造交通工具 建筑、包装、全球需求庞大 不过和其他资源类商品一样 铝金属价格取缺于国际市场的供求 生产商的盈利能力 直接与成本效益挂钩 所以俄罗斯的资源出口产业 在经济开放之后的早期发展阶段 就需要解决生产成本和效率的问题 直接与国际对手竞争 虽然能源成本上有优势 但俄国绝大部分的生产设施 都是在前苏联时期设计和建造的 效益参差 就算这个全球产能最高之一的生产线 都需要经过大规模的现代化 才达到今天的效率 这个野连厂1985年开始运作 当欧柏加做了厂长之后 就全面将设施改进 令电力效益上升了6% 那产量由38万吨增加到53万吨 如果计算生产每吨铝的电力效益 每平方位厂房的生产效益 或者某些定义下的效率 今天我们未做到全球最好 所以我们要不断研究去超越对手 目前俄铝的成本效益全球排第二 但是生产科技的现代化仍然进行 在改革过程中 他们明白到赶上世界水平并不足够 在发展策略、营运效率 和生产科技上更加要领先 才可以长期保持优势 它是重要的 在经营社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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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在经营社的文化中 是另一个重要的事 大家在经营社的文化中 都应该学习更多 在我们做的 在我们的客人做的 在计划 什么样的产品 他们需要 集团成立初期 已经有自己的研发部门 2004年 更加收购有80年历史 专门研究金属提炼 及应用的俄罗斯国家旅美研究所 不单只加强科研实力 还令集团 即时拥有不少相关科技的专利 长久以来的国际惯例 这个行业最好的技术 都受到专利权保护 去避免其他人 太易入行 成为竞争对手 要买入专利技术的 使用权是很贵的 而我们这间研究所 在女生产行业来说 就拥有超过 1500行不同的技术专利 集团收购研究所之后 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就着每个旧生产设施 设计更加有效益的方案 更加可以利用研究所的专场 管理所有设施的改建 维修和保养 科研能力 不单只令他们 给其他对手 更加早掌握新的生产技术 也都令他们 可以主导整个行业的 技术发展方向 我们决定开发自己的技术 无论用哪个器材供应商 用哪个承建商 都由我们去决定 这是第一个优势 我们可以降低资产成本 另外 我们还可以拥有那个技术 领先其他人 近这几年 集团将一些自行开发的新技术 拓展为技术转让业务 做成竞争对手的生意 我们不单只提供生产设施 和周边配套的设计 还可以负责软件设施 分判和工程管理 顾客可以选择不同的服务组合 世界上都没有其他人 可以提供我们这种服务 二十多年前 西伯利亚撒亚洛哥尔斯克 还是一个人迹刊致的地方 随着野链工业的发展 今天已经变成自给自足的市镇 我现在住在这幅大厦 二十年前只是一个烂地 接着那些屋一栋一栋地建 生活条件也一直改善 所以以前不少人会选择去第二个发展 不过现在大家都会留在这里生活 同样十年来资源出口 亦都带动俄罗斯经济发展 出口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商品 占全国生产值超过八成 不过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 环球经济倒退 资源类商品需求大减 引致价格下滑 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 2009年国际铝价下调了三成半 俄里的销售量也下调一成 整体收入差跌近一半 虽然成本效益已经算不错 但是集团也要暂停 效益较差的生产设施 有财减支援部门的人手 令成本下调两成多以确保盈利 2010年商品价格和需求回升 才扭转形势 我们明明明白 俄罗斯现正推行的经济改革 包括发展不同领域的科技产业 和提升各个行业的效率 这个方向也会刺激整体经济增长 和社会建设 增加对资源商品的国内需求 令资源产业受惠 为了创造新的需求 俄女在几年前开始 资助世界上不同的学术机构 加强研究更环保更有效益的生产过程 和开发铝的新用途 开拓新的商机 其中的方向 包括改变铝合金的导电能力 代替成本较高的铜 以及用铝去代替汽油做汽车燃料 成为高效益和环保的能源 蒋文建议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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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iciency "! You know, is the key for many processes not just for our You know energy intensive process But in general That's why and we try to find solution for not just today's problem but a problem which will happen in 50 years and 20 years And it's not Just present technology We try to find solution for the technology which is yet to be developed 大型企业借助科技发展优势 俄罗斯政府寄望科技产业 推动国家迈进新纪元 下一集触发新动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